荊全秋後算帳開始 中共調查組進駐南京傳媒學院 來自應欣欺詐罪被判入獄5年9個月 專家指 中共不明確表態放棄清零 純粹出於政治害怕擔詐 日本選擇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蓉 今天是12月11日週一 下面是詳細內容 在白紙運動中 南京傳媒學院扮演重要角色 這兩天傳出消息點 中共中央專案組 已經進駐南京傳媒學院 秋後算帳可能已經開始 推特帳戶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12月8日發文 有南京傳媒學院學生披露 目前中央專案組 已經進駐學校 並且定調學生抗議 在境外勢力煽動 學校高層拒絕向學生透露調查情況 到現在仍然沒有任何關於李康夢 和其他舉白紙同學的消息 有學生在調查期間 手機和電腦被沒收 直至做完筆錄 寫完悔過書才歸還 更有人表示 政府國安單位正在案名單監控部分學生 留言區有許多網民表示擔心 討論說 開始秋後算帳了 最可怕的是他們真的覺得 有境外勢力在這裡煽動 而不是底層人民和學生 自己發出的怒哭 可笑又可悲 中國政府一向的手段 都是抓最勇敢的那部分 剩下的就嚇到這麼聲 無論是建築工人追討薪金 外賣速遞員 封員鐵鏈女還是今次 還有人分析說 對習近平要小心了 今天會解封 是因為抗議的人遍地開花 他不容易抓人 怕引起國際輿論 解封之後 就是大手捕的開始 不信就等著看 拘捕完之後 疫情升溫之後 就有理由繼續封 南京傳媒學院學生李康夢 據說11月26日 在校園舉起第一張白紙 引發全國抗議浪潮 但是因為相片模糊 他的真實性別和性命都存在爭議 有傳言話 李康夢已經被警方逮捕 此外 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 第一個喊出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的姓黃男子 目前也沒有任何消息 荷蘭日報駐華記者任美諾 6日發推文表示 雖然很多被捕的抗議者重獲自由 但是他報道過的姓黃的男子 仍然不見蹤影 沒有人知道他被困在哪裏 也沒有人知道他過得怎樣 自從他被警方逮捕那天起 就再沒有他的消息 一名白紙運動組織者 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一些被捕的人 在被困了3至7天之後 最近被放回來 但是他們所有的電子設備 都被重點監控 所以都不敢多說些什麼 只是告誡手足 多加小心 說網警很厲害 有人被捕之後 患了創傷後壓力症 另一名白紙運動參與者 向《大紀元》透露 中共自從10月份《四通橋》事件起 就開始肆意抓人 帶頭的學生和民主人士 據說將會被判重刑 而且大多數都是秘密宣判 警方都是跨市追捕 他說警察會在抗議活動 找到那些有帶頭作用的人 也利用舉報和帶罪納工等手段 逼學生翻牆幫忙調查 沈陽被捕人士到現在一個都沒辦法聯絡到 營口的拔魚圈到處都是便衣警察 時事評論作家長萍在德國之聲發文問 成為二十世紀人類勇氣象徵的彭立法在哪裡 令全中國人走出三年電子牢獄的白紙青年在哪裡 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當日 香港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和行政總監黃偉強 因為被控違反蘋果大樓租用合約 被判監禁五連九個月 並被判罰款港幣二百萬 黃偉強被判監禁二十一個月 綜合傳媒報導 黎智英被指在2016年至2020年期間 將部分寫字樓房間 轉租給亦是由他控制的一間秘書公司 另外黎智英被指在1998年至2015年期間 被同一間公司使用該傳媒的寫字樓房間 涉嫌違反租任協議 2020年12月 香港國安警察起訴黎智英欺詐罪 指控涉及一間黎智英名下顧問公司力高 在壹傳媒和蘋果日報報社大樓裡經營運作 構成對業主、香港科技員公司欺詐 今年10月25日黎智英被判欺詐罪 法院說這些行為違反了和香港科技員公司的租任協議 黎智英隱瞞了該公司佔用大樓空間的事實 該案件的同案被告 還有時任壹傳媒集團行政總監黃偉強 這個月10日 香港法院就該案件作出上述判決 其中黎智英被判處的200萬罰款 需要在3個月內繳交 否則就會加監一年 黎智英還另外被取消擔任董事資格8年 壹傳媒營運總裁兼時任財務總監周達權 是另一名被告人 他獲控方批准轉為特赦證人 他的案件被法庭押後到明年3月 等黎智英國安法案件結束後再提訊 周達權還將在黎智英國安法案件 以污點證人身份作證 在這宗欺詐案宣判前 多個人權組織都表示關注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人權觀察組織8日表示 從事新聞也不是犯罪 香港政府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黎智英 總部在法國的無疆界記者組織 12月初也再次呼籲馬上釋放黎智英 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 黃松年在黎智英被判刑後指出 這宗由北京精深策劃針對黎智英的刑事案件 是對一位香港民主和媒體自由帶頭支持者的報告 日前知名中國政經專家 美國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 裴敏恩恩在美國期刊評論會篇刊登文章指 中共領導人是因為怕承擔責任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對放棄清零作出明確表態 裴敏恩恩表示 民間對中共清零政策的失望已經醞釀了很久 所以最近爆發的白紙抗議活動並不讓人驚訝 但顯然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即使有無恐不入的監控系統 但就預料不到這場抗議活動的發生 中共當局派出大量警察維穩 和使用手機等追蹤技術 來識別以及恐嚇抗議者 中共領導人已經警告說 一場堅決的鎮壓即將倒臨 中共新上任的政法委書記陳文青也說 當局將會針對敵對勢力的滲透和破壞活動 以及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 在過去這兩項都是常見的針對異見人士的控罪 培敏恩說中共對抗議活動的命運發出了一個相對明確的信號 但就對清零立場一直都是模糊和不一致的 雖然最近幾天官方傳媒幾乎不再提及動態清零一次 他指出在疫情方面 中共已經宣布中會廣泛放寬疫情限制 在11月公布20條準則後 12月又公布了新10條 但不明朗因素依然存在 因為沒有一位中共高級官員公開表示正在完全放棄清零 相反負責監督大流行病應對工作的副總理孫春蘭說 Omicron變種的嚴重性正在減弱 並說打擊COVID-19疫情的工作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 培敏恩表示 中共領導人他絕對清零政策採取明確的立場 那純粹是出於政治 他們一直不願意為這個決定擔責 因為政策制定者 不想因為重新開放後出現的任何感染 住院和死亡的激增現象受到指責 現在新的措施可能要比以前寬鬆 但不一定就代表清零結束 培敏恩指出 地方官員對習近平的清零承諾 和中央政府的重新開放計劃 仍然感到困惑 將會在地方一級產生混亂反應 展望未來 中共領導人可能會指望維穩警察 扼殺新的抗議活動 但他不願意制定一個全面系統 放棄清零戰略 並對結果負責 這樣可能會導致中國陷入惡劣的境地 12月9日 美國宣布制裁三名中共官員 和兩名中國公民 其中包括前重慶地區監獄 易欣唐勇的副局長 他因任意拘捕法輪功學員 嚴重侵犯人權 而被列入制裁名單 綜合媒體報導 美國國務院、財政部等部門 在12月9日的國際反貪日 和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前夕 對中國、俄羅斯、北韓和伊朗等17個國家 超過65名涉及貪腐和侵犯人權的人制裁制裁 而在中國方面 前西藏黨委書記吳英傑 西藏自治區公安廳長張洪波 和前重慶區監獄副局長唐勇等3名中共官員 受到制裁 制裁方式包括凍結被制裁者在美國的資產 和禁止他們入境 美國國務院表示 吳英傑在職期間指示官員在西藏自治區 從事社會穩定政策 導致虐待、任意逮捕、拘禁等嚴重人權侵犯 張洪波在職期間 在西藏自治區公安廳 進行嚴重人權侵犯行動 包括任意拘禁和身體虐待 前重慶地區監獄副局長唐勇 任意拘留法輪功學員 是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 該行為也構成對宗教自由的特別嚴重侵犯 另外被制裁的還包括李鎮宇、卓新榮 這兩名中國遠洋漁業的業者 以及他們所屬的大連遠洋漁業 金槍漁釣有限公司 平潭海洋實驗有限公司 以及超過150艘相關船 美國國務院表示 這些遠洋暴漁船涉及強迫勞動行為 包括不支付薪金、肢體暴力、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糧食和食水供應量不足等 導致至少兩名船員死亡 美國政府近年來開始點名制裁迫害法輪功的中共官員 在2021年5月13日 第22屆世界法輪大發日 美國國務院就宣布 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辦公室主任余暉 包括他本人和他的直系親屬 將會被禁止入境美國 2020年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 時任國務卿蓬佩奧 就點名制裁迫害中國法輪功學員的 廈門市公安局吳川派出所警察黃元洪 法輪大發信息中心發言人張怡萍表示 這表明美國政府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 對中共迫害法輪功並沒有袖手旁觀 他說我們希望這個行動會觸動其他地區的民主國家 也加入制裁中共迫害法輪功官員的行列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白紙革命促使中國民眾不斷覺醒 一位名叫祝慶的大陸朋友12月9日發聲明 他是一名中學歷史教師 是8964的見證人和同寧人 甚至中共的邪惡 早就在思想中退出了中共的一切邪惡組織 也努力揭露他 聽說白紙革命之後 他再次鄭重聲明 退出中共的團隊組織 有人表示 中共的打壓秋後算帳 只會促使更多人認清他的邪惡本質 從而拋棄他 當所有人都拋棄這個邪惡政權的時候 他就會解體 觀眾朋友 你又認為怎麼樣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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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